- 現代人生活久作不動,運動量少,再加上吸收大量的熱量,都很容易導致我們有肥胖問題 今天很開心請到外科顧問醫生林展通醫生跟我們說說 林醫生你好 - 你好 - 首先想問一下林醫生,關於一個正常的體重,不同的年代都有不同的標準 醫學上有沒有說應該怎樣定義一個人的肥胖呢? 是有沒有一些方法去量度? 肥胖症其實都是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在我們醫學上都需要一個嚴肅的處理 醫學上最常見就是用一個身高體重指標,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BMI去量度 就視乎病人的身高和體重去計算它的一個身高體重指標 另外也有其他的量度,譬如身體脂肪的分佈,又或者腰圍 這些都可以令到我們更加清楚病人是否有肥胖症的問題 剛剛你提過BMI,大概BMI去到什麼程度是屬於肥胖呢? 如果BMI真的超過了標準,其實對身體會有什麼健康的隱憂? 在我們亞太區或者香港,我們會定乘BMI由18.5至23是正常 高於23已經算是過重了,高於25其實是肥胖症的 在我們醫學上也知道肥胖症是對身體很多不同的系統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包括心血管疾病,睡眠窒息,關節,糖尿病 甚至影響有直接對不同的癌症會引起高風險的情況 所以其實我們都要很認真地處理問題 剛剛提過,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健康引誘 但是有沒有說病人過重或者肥胖這個問題 其實關於基因,先天因素事 還是一些後天的生活習慣,飲食習慣有關? 其實世界衛生組織都定性了肥胖症是一個慢性的疾病 而這個慢性疾病其實都有不同的因素引起 剛才所說的基因和遺傳固然是其中一個因素 如果家族史是有一些肥胖的問題 其實是會有一些遺傳的影響的 另外後天也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包括有一些內科的問題,包括飲食習慣 現代人的生活習慣或者社會問題 甚至心理問題都會有一個病人出現肥胖症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在一個多方面會有機會引起到病人有這個情況 其實減肥是大家都經常做的事 我都知道有些人可能不喜歡運動或者不想飲食控制 就可能用一些減肥針、折食、餵水頭等等的方法 其實有沒有說什麼人是適合什麼的方法? 其實處理肥胖症是需要有一個醫學上的評估 剛才所說的不同方法 其實都是在我們處理肥胖症的一個金字塔裡面的一些元素 折食其實就是屬於控制飲食 包括做運動 減肥針其實就是一些內科的藥物治療的 現在也很盛行 餵水球其實是屬於外科的方法 我們怎樣去決定呢? 其實就是看病人的需要和他的BMI 當他的BMI越高 其實一些保守治療或者藥物治療 相對地會比外科方法未必那麼有效和那麼幸久 所以我們都要評估病人再去決定做哪一個方法 剛才也提過一個其中一個方法叫做餵水球 其實那個原理和放置的方法大概是怎樣? 餵水球其實就是一個外科的方法 是幫病人減重的 其實它是什麼呢? 它就是一個內規鏡輔助的方法 我們會在內規鏡的時候 放置一個有500至600mm的水球 在胃裡面 令到病人會有一個飽覆感的 因為減重的原理 其中一個就是希望降低病人的熱量吸收 而病人當有一個減覆感 其實它就進食是會減低的 當一個持久的飽覆感 而配合到它適當的飲食和做運動 就會令到病人會有一個大幅的體重減重 當然這段時間病人都要控制他的生活習慣 令到這個效果達到最好 其實餵水球有沒有說 即是有什麼優缺點可以分享? 餵水球的優點其實就在我們的醫學文獻上 也都知道其實它比現階段我們所知道的保守療法 即是譬如飲食、做運動或者藥物 是有更加長久或者大幅度的減重 其中一個好處其實就是一個非創傷性 非創傷性的相比在外科手術是不需要開刀的 它做法其實就是一個內規鏡的步驟 我們已經可以將病人置入一個胃水球 它的好處也是可逆轉性 因為病人是沒有需要做任何的手術去切除他的胃部 但是當然它也都有一個時限的 因為始終我們放了一個移物在胃部 其實6至12個月就需要拿走這個胃水球 在這段時間病人需要配合 但是剛才說就要達到一個最好的效果 另外就是當病人的胃部 是有一些不同程度的病態 亦都不可以放置胃水球 譬如有一些嚴重的胃部養 之前做過胃部的手術 或者嚴重的胃酸導流 都未必適合放置胃水球 所以病人當想放置胃水球 都需要一位醫生去作出小心的勤估 才去決定做不做這個步驟 剛剛提及胃水球 就是要因應習習慣 或者是他的症狀去決定合不合做 其實在把胃水球拿出來 之後其實病人有沒有說 有什麼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可以維持著體重不要反彈 剛才所說就是 因為當你拿走了胃水球之後 你的爆腹感就會消失了 以往也會有病人 我見過就是當他不控制他的飲食 其實他的體重就會反彈 所以剛才所說的 處理肥胖的問題 其實都需要一個很病人的配合 它需要配合一個很嚴肅的飲食習慣 以及一個適當的做運動 達到最大的效果 最重要就是病人要明白整個原理 以及有一個很大的持率 才能達到一個持久的效果 剛才都知道胃水球是一個可以逆轉 以及可以重複做的一個叫做外科的方法 其實如果一個病人可能他做了幾次 其實都沒有效的話 其實是不是需要考慮其他的方法 都是的 因為其實始終胃水球也都 雖然都是一個很有效 而創傷性比較低的步驟 但是也都有它的限制 例如他相比起外科手術 就未必更有效 所以當病人甚至過身高體重指標 即BMI再高一點的時候 譬如說35以上 其實就未必有一個很大的效果 又或者當病人嘗試過這個方法 而效果都不太好 他都可以適合找一些外科醫生去評估 他會否適合做一些健康手術 當然也都需要很小心的評估 因為手術相對的風險也會高 肥胖會為我們的身體 帶來很多的健康引憂 如果在飲食或者運動上都沒有效果 就可能要考慮一些內科或者外科的方法 今天謝謝林醫生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